親愛的潘神父 2012年3月25日 是您禁奪金慶的紀念 50年為主牧者的日子 是多麼值得恭賀和紀念 未能親自在旁献上感恩和祝福 身以為憾 但在一想 主內的家人 在愛中是不為時空所阻隔的 聖神會將我的心意 藉著信奸千山萬水 催送到祭台前 16年來 天主將剛退休的您 借巧妙的安排 帶領著出萌芽的小小Fremont團體 或許 上智的主 深知您的中國心 在您飄洋過海 大半的地球 三十餘宰之後 落葉歸根 到中國人的團體 若說 您是我們團體的老父親 CCCSJ之父 可說是實至名歸 這不僅是說明 這十餘年來 您帶領 見證了這個Fremont團體 如何逐漸長大 走向成熟 更是您近六千個日子裡 好守 偶心的呵護這個團體的每一位 弟兄姐妹 如同自己羽翼以下的孩子 這幾年 我不在您的身邊 可是 每一次的電話問候 總感受到你濃濃的關懷 並刀念著團體所發生的每一件事 及教友們的近況 有夫妻不和睦的 你想辦法和解 有冷淡不靜堂的 你又絞盡腦汁 巧立明目 製造各種理由 與之親近 或軟 或硬 只為讓他們靜堂 放下電話 我常想 你對每一位教友的愛 竟是如此的全然付出 而毫不保留 你在電話的一端 總怕我擔心 老說 眼瞎了 其實為你更好 眼盲了 心明了 有更多的時間 與主盡心交談 這也許就是一位牧者 在黑暗中 所綻放的生命之光吧 欲巴巡的獨居老人 眼不明 手腳行動不便 卻毫無半句怨言 而是 稱頌讚美 感謝主恩 當然啦 你的個性 從來就不是我們刻板印象中 的神父 那樣的溫訊柔和 好好先生 你是最不像神父的神父 哎呀 就是另類神父啦 您自稱你自己是老華 這不是我說的 也就因你的老華機靈 逃出共黨之手 又假借情書之名 救出多位修女 每次聽您訴說過往經歷 我總覺得精采的可以拍成電影 或者寫一本書 六十年 顛沛流離 多少磨難 脆立了你的信仰 也打造了你十八般武藝 樣樣精通 你真的不僅另類 還能幹的無法棄集 精通述國語言 文學造詣 園藝 廚藝 工藝 建築設計 又好為人作媒 天主 一定是看如此的英才 想找個與之匹配 非常傷腦筋 成家立業 也只得成一家之主 實在太可惜了 你看 光Fremont團體 機靈手臨喜的 早已超過一百多人 其實就如兒女對待父母 總有叛逆與不合 無可諱言 我們這樣 我們這群在你眼中長不大的老孩子 或有違言 或有頂撞 真的臉紅脖子粗 也時有發生陽奉陰違 但是今明如你也不是不知 不管是風風雨雨 憤憤情傷 剛強的你 總是放下身段 伸出和解的手 在主愛內 一家人 總是一家親 神父 感謝天主 讓我能認識你 十多年來 享受著你的寵愛 在美天主 如此愛了 Fremont的信仰團體 賜下了一位 用他剩餘生命 來保愛的牧者 使這個團體 成了一個愛之家 稱宋天主 這愛之家的老父親 雖不是十全十美 有個性 有情緒 但更因此 在不足中 一起成長 在真實的人性中 讓主填補一切 神父 只想對您說 天主愛你 我們愛你 謝謝你的愛 星見